金庸武俠天地 金庸武俠天地 神雕俠雷 你安求監製, 曾永強編道 金庸原著, 楊敏改編, 楊耀倫錄音 並且由李學斌, 楊麗仙 馮天行, 余世騰, 譚翠蓮聯聯合播演 神雕俠女第十四回, 現在開始播出 神雕俠 姑姑, 你說去抓道士? 當然 我想起了, 我想起了 你想起甚麼? 趙之經傳過我的入門口訣 叫做全真大道歌的 我記得的 你背出來聽聽 好, 你聽著 大道初修通九竅 九竅原在美雷月 先從永泉腳底衝 永泉衝起漸置塞 過失徐徐至美雷 黎縣頂上迴旋急 金鎖關村下雀橋 松樓十二鋼工室 聽起來, 這的確是全真派武功的要訣 你既然知道, 那就最好了 可惜當日, 她沒有教我怎麼用 甚麼永泉, 甚麼松樓, 泥院 這些名稱她完全沒有解釋 所以我只是記住口訣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當日趙之經所傳的 的確是全真派上聖內功的基本秘訣 讓我一一加以推敲 找出其中的關鍵 自然就可以領悟出石室頂上 所留下的武功精要了 但是要練到得心應手 經歷自然而來 也不知道要練到何時才能成功 姑姑, 全真派武功雖然不錯 但是祖師婆婆 既然留下克制她的方法 那必定有勝過她的本事 這些叫做一山橫有一山高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都要照原定的計劃 盡快學好全真派的武功 然後就練玉女心經 好, 那我們開始吧 過爺, 我們雖然已經 將玉女心經的外功練成 但是全真派的內功是很精傲的 想在內功創製新法 而勝過她 真是談何容易 姑姑 你已經一年幾天 看著石室頂的圖文符號 是不是你的功夫很難練 我以前聽師父說過 玉女心經的內功 是要兩個人同時練的 初時我還以為可以和你一起練 誰知道原來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你是女子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分別 男女不一樣 當然不是一樣 你看石室頂上 那裡面所刻著的是什麼圖形 呃 有很多人形在這裡 看樣子似乎都是女人 知識樣貌各不相同 全身都有一絲絲的細線 向外散射 不過我不明白 照經上所說 練功的時候 全身熱氣騰騰 需要選空曠武人的地方 全身衣服唱開來練習 令到熱氣立即發散 無偏黑阻滅 如果不把她的方法練習 那又怎麼樣 如果被熱氣擠在體內 小則重病 大則喪命 這樣嗎 其實很容易 我們解開衣服練就行了 你聽我說 接著 還有兩個人互相以耐力 導引防護 你我男女有別 解開衣服相對 那是甚麼體統 是啊 是有點不太妥當 有辦法 怎麼樣 我們可以一起坐在寒玉床上練 不行 萬萬不能的 寒玉床會把熱氣迫回體內 練不到幾天 你和我都會死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兩個人一起練 我們兩個各有各練 如果我遇到甚麼不明白的地方 算你慢慢問你也不遲 不行了 這門內功步步艱難 時時刻刻會練入叉道 如果沒有旁人相助 就會走火入魔 唯有你幫助我 我幫助你 合二人的力量 才可以共同險關 唉 練這門內功 真是有麻煩 唉 我們把外功再練熟 都足夠打敗全真老道了 何況又不是真的要跟他們打 就算贏不了他們 都沒甚麼所謂 過兒 過兒 這門內功我們不要練 你不要放在心裡 好吧 那以後再算 姑姑, 你覺得這個地方怎麼樣 我不喜歡風花 既然你喜歡, 就在這裡玩玩吧 不是呀, 姑姑 這一塊是我們練功的好地方 你看看 這一大片紅花 就像一座大屏風一樣 四周圍呢 還有很高的大樹 簡直是一個天然的花房樹屋 你如果在紅花的這一邊 我在紅花的那一邊 我們倆就算脫衣服 好, 可是兩個都看不到對方 那就妙極了 姑姑, 你認為怎麼樣 讓我看清楚一點 這裡一片清幽 只聽到泉水聲 雀鳥叫聲 真是廟無人跡 的確是一個最好的練功的地方 怎麼樣 過兒, 我在樹上看過附近 我真是佩服你上德州 好, 我們就在這裡練功 現在就開始了 姑姑, 那就開始了 過兒 那些收集玉女心經的口訣和法門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了 我們就各自在花蟲的一邊 解開衣衫 你的左臂就透過花蟲和我的幼長相抵 如果誰在練功的時候遇到難處 對方一感受到就差我運功相助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好, 那你記住 玉女心經 單掃行功是陰盡 雙掃為陽退 你所練的是陽退功夫 隨時可以停止 我練的是陰盡 就有一氣呵成 中途不能停 所以你要小心保護我 我會小心, 那我先過去 姑姑, 準備好了沒有 行了 好, 那就開始了 尹師爺 有人來? 這件事你不用再抵賴了 我去稟告丘師伯 請他查清楚這件事 趙師爺, 你苦苦相逼 到底為甚麼 不是為了甚麼 我只是看不過眼 你的目的, 難道我不知道嗎 你只不過想做第三代弟子的手助弟子 將來就順理成章 做我們全真教的掌門人 趙師爺, 我沒有說錯 尹師爺, 你不守青規 犯了我們全真教的大計 怎麼能夠再做手助弟子 我犯了甚麼大計 全真教第四條戒律, 任界 你…你胡說 你胡說 尹師爺, 你不用強辯了 犯了第四條大計 休斯伯自然會秉公辦理 趙師兄 你在這裡造謠誣捏我 太卑鄙了 你有甚麼證據證明我犯了淫界 你說… 尹師爺, 你真的要我說 你說, 我犯了甚麼淫界 你簡直是陷血噴人 聶是生非 有本事的 你就自己爭取做第三代弟子的手助弟子 何必要耍手段 我不記得怎麼說 我要把這件事稟告休斯伯 這件事我看你怎麼跟休斯伯說 趙師兄, 你說 你自從見過活死人墓裡的小龍女之後 經常神不守舍, 胡思亂想 你心裡在想 要把小龍女拿到手, 溫泉親熱 我們前真教的教條就是修心養性 你心裡這樣想, 難道不是已經犯了淫界嗎 你們倆九道士居然侮辱我師父 你…你真是放天下之大謀 連我心裡想甚麼, 你也知道 你心裡想的, 我自然不知道 但是你晚上發開口夢, 其他人就聽得到 你又一次又一次在紙上寫小龍女的名字 難道其他人又看不到嗎 你…你很卑鄙 你看看, 這張紙上寫的不是你的筆跡 我現在拿去交給掌門馬師伯 和你的助師邱師伯去認一下 你…你逼人踩心 尹師弟, 出劍 你想殺我的臉口吧 我想沒那麼容易 出劍吧… 出劍吧… 你殺不了我 好, 我要殺了你 你這個卑鄙小人 我認識的, 你也認識的 你認識的武功, 我也練過 你想殺我, 沒那麼容易 糟了, 這兩個賊道士 如果打到我姑姑身邊, 那就糟了 我來命 好厲害的一掌 可惜, 你就算有三隻手 我只會咬手, 殺不了我 是嗎 三連環 好險, 傷不了他出手這麼囂 臭道士 姑姑, 你沒事吧 原來在這兒會男人 閉嘴 你們兩個臭道士都不准離開這裡 稍後我會找你們算帳 姑姑, 我們先回去 稍後你回頭再殺了他們 尹師弟 你的義中人在這裡和人家鬼混 你與其殺我, 倒不如殺了這個小卑鄙 你說甚麼 楊過, 原來是你的小畜生 你罵我不要緊, 為甚麼要罵我姑姑 人家說古墓派是姑娘派 向來傳女不傳男的 個個是冰青玉潔的處女 可是誰知道這麼污衛 暗中藏著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出這麼可恥的事 你亂說, 我們不要... 姑姑, 你吐血了 你...姑娘, 你怎麼樣 你拉下去 尹師弟 尹師弟, 你枉作好人 被這個小畜生打一掌 竟然全蒙招架之力 趙師兄, 你... 姑姑, 不要管他們 我先扶你回去 不行, 你殺了他們 不要讓他們在外面說...說我... 那好吧 臭道士, 讓我殺了你 小畜生, 手裡拿著樹枝想拿我的名字 樹枝殺不了你 可是現在用你的劍殺到你了吧 躺下 你...你真的想殺我? 好, 當然 我一早就想殺你這個臭道士 弄你命 住手 你膽敢殺師父嗎? 連你也要殺 我猜 他回劍有盡有盡 真想不到, 死亡三天 真要刮目相看 我猜 在我手上, 我這招怪了 小畜生, 不要這麼有意 你們倆一起上把 赤手空拳 還說要我還兩把劍給你們 廢話 尹師弟, 你在這裡守住 先摸清楚這個小孩的武功底細 再說 看來我一個人的力量 很難殺敗他們兩個 楊過, 你快扶你夫姑回去 不要再跟我們糾纏 你夫姑的傷勢不輕 姑姑憎恨你們胡說話 叫我殺了你們 停走 你想走嗎? 楊過 以你現在的武功 你想殺我們兩個是絕對不可能的 不過, 你叫你姑姑放心 今天的事 我姓雲的如果套路了半句 就立刻自敏借罪 如果適宜的 你給我 就像這隻無名子一樣 你斬斷自己的無名子 楊過, 快走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聖魂的 斬斷一隻手指有甚麼用 除非你斬了自己的頭 我才相信你 你要我的頭? 走 只要你姑姑說一聲要的 又有甚麼不可以 好, 我相信你 臭道士, 停 這隻小畜生 你別動 我把劍的劍尖 已經指著你的喉嚨 如果你一動, 我就可以刺死你了 你…你想怎麼樣 我曾經拜你為師 扣過八個頭給你 現在你已經不是我師父 是你扣八個頭給我, 扣吧 你要殺就殺 說這麼多幹甚麼?殺你又怎麼樣? 乖兒, 殺屍不詳 你對他發誓 不要說今年的事 那就放過他 好, 你發誓 我不說就行了, 發甚麼誓 不行, 一定要你發一個毒誓 好, 今年的事 我們這裡只有四個人知道 我如果對第五個人說 就罰我身敗明烈, 逐出師門 不得好死 好, 姑姑, 我們回來 他們年紀輕, 不懂世事 還以為趙師兄真的發了個毒誓 可惜我又不能提醒他們兩個 姑姑, 你在寒玉床睡一會兒 我去煮點水 不行, 過兒 我身受重傷 還可以和寒氣相抗 對了, 原來姑姑受傷這麼重 好, 那我抱你回到自己的房間 來, 來 好, 躺下 姑姑 你吐了很多血 臭小子 你... 我吐了很多血, 就不會再吐 有甚麼好哭 姑姑, 你不要死 你... 你自己怕死, 是不是 我怕死 我死之前, 一定會殺死你 如果我不殺你 我死了之後 還有甚麼面目見孫婆婆 我... 你一個人留在世上 又...又有誰來照顧你 姑姑, 你怎麼樣 過兒 我的傷勢不會好 如果我要殺你 我們一起去見孫婆婆 姑姑, 你... 我知道你很害怕 你不用怕 很快 一劍...就可以了 不要, 姑姑 我不管太多了 阿七... 你好 你欺負我重傷武力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是 算了 我們不死再到 姑姑 你... 姑姑... 她暈了 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我留下 姑姑一定要我和她一起死 姑姑... 不行 我不想死 我要把握這個機會 離開古墓 姑姑 你不要怪我無情 我走了 姑姑姑沒有追到你 不過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 她肚子很肚餓 索性過去田邊那裡 摘些粟米吃也好 雖然還沒索 但是已經可以吃了 有人來 還是快點躲起來 免得被人當賊 原來是個年輕道姑 穿著一件黃色的道袍 插著一雙劍在背上 難道她上重陽宮? 喂 上山的路是怎麼去的? 奇啊 如果她是全真教的弟子 又怎會不會上山的路? 當然不懷好意 我問你 上山的路是怎麼去的? 啊 順著帶路上就行了 你站起來 我有話要問你 喂 傻子 我的話你聽不聽到的? 我聽到 不過我不喜歡站起來 原來是一個不懂事的傻子 小兄弟 如果你聽我的話 這兩個銀子我可以給你 啊 好 我還是順便試試它有什麼用意 索性假裝模糊 啊 這些 這些是什麼 你有了這兩個銀子 就可以買新衣服 買百米的了 我 你騙我的 我不信 我幾次騙過你 啊 對了 你叫什麼名字 人人都叫我傻瓜 你不知道嗎 你叫什麼名字 傻瓜 對了 這個名字挺有趣 你叫我仙姑就行了 仙姑啊 仙姑 你娘呢 嗯 剛才被他罵我一頓 我就上山斬柴了 啊 那對了 我想要一把斧頭 你家裡拿出來借給我用一用 行不行 不行 怎麼行 我家裡的斧頭 不能借給別人的 如果爹知道我借給你 一定用單挑來打我 你放心也行 你爹和娘見到這兩定銀 他們一定會很開心 你接著 你打我 你自己截不到兩定銀 讓兩定銀扔到你的左腳 你打我 好 我回去告訴娘 好 他也傻得挺有趣 好 讓我解一下腰帶 把他綁回來 嘻嘻 這些明明是我們古墓派的功夫 難道他不是全真教的道姑 他上山難道是找姑姑麻煩 傻瓜 你要生還是要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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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一節 神雕俠女第十四回 是由李安球監製 曾永強編導 金融原著 楊敏改編 楊耀倫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大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